他就说以后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直接拒绝 你就凶一点 他就不敢 他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你越不凶 他越敢把你怎么样 我来成都了 对你好呀 食材少年 也把我来成都了 我看我醒个鼻 他的鼻气也把我来成都呢 你好食材少年 地铁卖手机 地铁老人手机的表情包 但是地铁上不是有那种 那种 那叫什么 地铁警察 没有问我要手机 出到跟前问你要手机吗 对我觉得很吓人 我之前在西安地铁 遇到过一个什么 我刚高考结束去西安玩 然后问我要什么 让我关注什么公众号 让我下什么软件 我说我没有手 他说怎么可能没有 没有啊怎么可能没有 我说要用微信关注公众号 我说我没有微信 他说怎么可能没有微信 你都一直在那里说 这就很无语 对就是要凶一点 就是感觉 我们要适当地说不 我们要适当地就拒绝 就可能看我们好答应 就是要凶一点 他们就不敢来了 就是要凶一点的 我再用气垫打个底桌 11点40我们一点钟可能要出门 保护自己似的 卖手机的人被我蹬走了 就这样 然后 也可以这样子 以后就是 比如说地铁啊 有人问你要手机就 你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 他就走了 他就被你吓走了 下次那个男的 他在 在脸凑一凑的 我就我也 我就 我就这样子 一号呀 一号呀 早上好 哦 42了 42了 我们可以再拆一把 然后 然后我 我现在来成都了 一七 早上好呀 我昨天在成都 吃了好多好吃的 特别开心 太好吃了 大家有空一定要来成都吃一吃 而且 昨天吃的菜也都不辣 一点都不辣 特别香 对 特别香 特别好吃 脸臭一点保护自己 是的 就这样 适当的拒绝 适当的说不 不然 太太 就是 太坤了自己 还有些人可能看你 看你感觉好说话 就什么样子 现在我的发际线真的 这个鹅角秃 就是很难受 你看 天 但我就是 鹅角这里 羊角秃 这个叫羊角秃 我最近已经在用那个 叫什么 迪诺蒂尔庭生发的 已经长了一些小绒毛了 已经长了一点了 推荐给秃头的朋友们 谢谢我讲的罪犯的关注 谢谢大家 还有街上其实 我们就是街上还有遇到那种 就是那些 什么 让你去扫个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 给你个什么 送你个口罩 送你个发卡 哎呀可多了 我下个软件 什么送你个小卡子 送你个小口罩 那确实有的时候 有时候朋友出门 要戴口罩 发现自己忘了戴口罩 去扫个 微信公众号 关注一下 领个口罩 其实有的时候 大家当面不好拒绝 也可以就先扫 比如说 你一个人在外面 你比较害怕 那个人比你高 比你壮的人要 比你高 一定要你加他微信 对吧 然后 你又不好意思拒绝 又害怕他 伤害你怎么样 你可以先扫 然后扫了之后 添加 显示添加 显示添加 你说你说好了 你就走 然后你不添加 取消 叉叉 左上角叉叉取消 然后你就走了 对 他以为你加他了 但其实你没有 我之前有过 我之前有过 我之前好像去西唐 有一个男的 就是说 让我们加个微信 然后 但是我 也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以后就先扫了 然后扫了 结果说 你加了 然后他看到我 扫了那个界面 他就走了 然后 取消 对 不然万一 就万一 就怕遇到一些 极端的人 你不加不加 说 敢不加 说 不加 又跟你缠 又跟你干嘛 就很烦 你吓死了 一致的野保 谢谢 这几个修业刀了 砸了 我关窗户哈 没有 死去吧 我没有起了个屋子呀 我开了呀 我开了呀 我被超纵了 我下窗关到底呀 我没有关了 你把猫放几次了 我把猫放几次了 我把那三个却是摸到脚啊 天哪 哎呀 我鼻子里都是猫毛 我各家 全都是 我各家气质毛 全都是猫咪的毛 还有三 还有四十秒 倒净十 谢谢 赢了的话 会有 会有惊喜啊 赢了的话有惊喜 大家 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支持一下野保 谢谢大家 我感觉我都没睡好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都黑眼圈 重重的 谢谢鬼 谢谢鬼谷的快乐水 谢谢你 对我感觉 哈哈 手塔 倒计时手塔 看看怎么样 那可能有延迟 你们那边可能已经有节骨了 但是我这边 还是选 啊 等一下 天哪 天哪 鬼谷太帅了吧 谢谢你的快乐水和草 粗咪 粗咪蛋糕 哇 我真的是没把这种 最后几秒的极限拉扯 永远都是鬼谷 只要鬼谷在野保就不会倒 太帅了 谢谢鬼谷 谢谢你的草莓蛋糕 只要鬼谷在 我们极限拉扯 就不怕 不在话下 鬼谷威武 互夸是吗 互相 互相吹捧 食肉和鬼谷互相吹捧 七只猫 猫毛成灾了 对 然后所以我表哥他每天啊 就要拿那个戴森的吸尘器 吸那个猫毛 一天吸三次 我的天 这个就 就 我表哥他就家里就很干净了 他自己修饰的就很干净 他比较讲味 我先倒了 小心脏缓缓 啊 对啊 每次这种打这个的时候就可 可紧张了你知道吗 就每次看着感觉对面不送不送啊 就趁那倒计十几秒这个时候给你刷刷刷的 鬼谷太牛了 只要鬼谷在 嗯 我我可以 我可以全B站偷塔 之王鬼谷 鬼鬼谷藏鬼 哈哈 藏鬼还是藏鬼 鬼谷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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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哪 你都不知道是哪 是哪 我昨天还去那个程度有一个 有一个程度美食街 有一个薛婆婆 好像叫大 大烘 大烘高 大烘高 对 大烘高那边去吃了 那个奶奶都八十多岁了 好像在抖音上面特别火 还可能上过程度电视台 八十多岁的奶奶 他就有一种我奶奶的感觉 哎 真的就很感动 而且他做的菜也都特别的 他都我们点了两个美肝菜肉 一个是美肝菜肉的 一个是夫妻配片的 哇 那个家常菜也做的特别好吃 那个婆婆年轻 然后我们还吃 那边吃了一个 我吃了 那个 有点